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约讨论重启对俄遏制政策 有分析认为为应对北约俄罗斯 或将在红海北极等多个方向展开突围 多国新冠疫情告急 美国 俄罗斯 英国等多国 正加紧推进大范围疫苗接种 2020年将进身有史以来最热年份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2号称 人类正与大自然进行着自我毁灭式的战争 近日印度加尔哥达市机场接连发生野风袭击事件 大军野风密尼妈妈依附在一架客机侧面 如同机身出现了巨大黑洞 来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表示说 被誉为地球两大天眼的 美国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 当地时间12月1号坍塌了 美国科学家感叹说 现如今观测升空 只能依靠现在唯一的中国天眼 FAST射电望远镜 当地时间12月1号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确认 被誉为地球两大天眼之一的 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 发生了坍塌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 相关工程师已评估了损坏情况 确定望远镜的三个支撑塔全部断裂 重达900吨的接收平台 坠落到下面的叠形反射盘上 此外望远镜的支撑钢缆也已断裂 长期在阿雷西伯天门台工作的物理学家 亚伯·门德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 现在唯一在做类似研究的地方 是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它比阿雷西伯要灵敏 失去阿雷西伯就失去了 一天24小时监控微弱无线电信号的能力 现在我们只有一只眼睛了 从1963年落成到2016年 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 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孔镜望远镜 虽名义上被用于深空科学研究 但实际上该望远镜在冷战中 是为反导研究而生的 上世纪50年代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在防御者导弹防御计划中 启动了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的制造 当时人们相信 核弹头在穿越电离层时 会产生独特的特征 通过分析该特征 就可能快速将核弹头与右耳区分开 从而实现精准拦截 冷战期间 阿雷西伯望远镜除了被广泛用于 电离层研究外 还被用于收集苏联电子信号情报 包括从月球表面反弹返回的 苏联雷达信号 冷战后 阿雷西伯才正式转向民用科研 主要任务是搜寻危险的近地小行星 寻找外星生命的迹象 他甚至发现了太阳系以外的第一颗行星 1974年 阿雷西伯还发现了第一颗双星脉冲星 间接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如今随着阿雷西伯退出历史舞台 人类探索升空的重担就落到了中国望远镜的肩上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由我国已故天文学家南仁东于1994年提出构想 历时22年建成 于2016年9月25号落成启用 进入调试期 它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综合性能是阿雷西伯望远镜的十倍 2020年1月11号 FAST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 事实上FAST在进入调试期后 就开始不断有着新的发现 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的四年时间里 它已经发现脉冲星超240颗 自1967年发现第一颗脉冲星以来 过去50年里 人类一共发现的脉冲星也只有2700多个 为何科学家这么执着于脉冲星的发现 脉冲星是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 因为自身发射周期性脉冲信号而得名 它们的密度极高 每立方厘米重达上亿吨 由于它的自转周期精确 被科学家称为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 卫星定位导航 为地球上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在深空航行中 飞船面临的是超长的距离 匮乏的地标 以及无法与地球通信的困境 深空的复杂环境 也让太空导航变得不可想象 于是科学家们才想到 利用脉冲星发出的脉冲信号 极其稳定误差很小的特点 将它们作为深空航行时的时钟和路标 时间和空间都具有了参照物 人类的飞船才不会迷失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越多 观测越精确 未来它给我们提供的参考就越精确 我们才能在宇宙中走得更远 另外FAST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 早期的星系活动迹象 有利于我们发现行星恒星的运动轨迹 及发展轨迹 进而窥探宇宙起源的奥秘 同时射电望远镜还像雷达一样 具有很强的监测系统 能够捕捉到来自太阳系任何一个地方 发射过来的微弱的电磁波 将监测的范围延伸到太阳系以外 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 与地球相似的内地行星 为未来的星际移民做好准备 可以说当人类第一次张开这样一支天眼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就是星辰大海 而如今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汇聚到中国天眼上 在远眺星空 中国科学院宣布 中国天眼将在2021年向全世界公开 全球的研究人员都可以申请使用FAST 进行宇宙观测 对于天眼这样的非常复杂的精密的 这种天文探测仪器 它是一种投资比较大 而且对于选址的要求比较苛刻的科学仪器 很多国家实际上从技术手段 和从经济实际上来讲 特别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中国政府对于这种天文探测 包括太空的和平利用 是秉承一种非常开明的态度 那这种开放呢 等于说是把这样一个科学研究的设施 让更多的关注天文研究的团队 去共同的享有和使用 这个价值是很大的 因为至于整个宇宙来讲 虽然我们现在人类的脚印 印到了月球表面上 但是这无非只有38万公里 人类的探测器虽然飞得更远 甚至已经接近了太阳系的边缘 但即便如此呢 我们的足迹能够迈出去的距离 相对于这个浩瀚的宇宙 实在还是太小 对于宇宙的更深入的认知 实际上要集合全人类的科学力量 有助于提升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 好来看 北约方面发布对俄战略报告 遏制第一 对话第二 那种种迹象显示呢 俄罗斯面对着北约的封锁 正试图从黑海 红海 北极等多个方向 谋求突围 当地时间12月1号 在北约盟国外长会议首日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成员国外长一致认为 北约应重启对俄遏制政策 斯托尔滕贝格说 由于纳卡冲突等原因 俄罗斯增强了在地区内的军事存在和潜力 北约认为俄罗斯正在实现其核武库的现代化 同时还时常违反和破坏各项条约部署武器 尽管斯托尔滕贝格并未明确指出俄罗斯破坏和违反了哪些条约 但他明确指出 北约需要强化在黑海地区的存在 为此 北约方面现已在相关区域部署了一个训练旅 并且正在区域内与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开展紧密合作 北约正在协调对俄遏制能力 然而就在斯托尔滕贝格指责俄罗斯利用纳卡冲突 介入地区局势的同一天 俄总统普京在集安组织委员会的视频会议上 明确讨论了纳卡问题 普京不但高度评价了俄罗斯在制止流血事件中 做出的积极努力 还宣布要为纳卡地区做更多事 此番表态被外界解读为 是对北约针对纳卡地区表态的回应 此外俄罗斯联邦议会高官也指出 北约的挑衅才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公然违反 美国的核武部署在多个北约成员国境内 且已正式服役 毋庸置疑这些核武都属于北约的联合管控项目 在联合管控项目下 像德国这样的无核国家 即便不能直接也可间接使用与核武有关的系统 北约战略报告让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未来的俄欧关系将趋于更加紧张 北约将以欧洲和平稳定为由 从西面对俄罗斯实施和展开大规模战略遏制 而俄罗斯则将在多个方向 对北约的战略遏制展开突围 首先是黑海方向 北约明确表示将在此地部署重兵 俄罗斯黑海舰队信息保障部 11月30号公布 在不久前的黑海演技期间 只用了冷保和武汇暗防导弹系统 模拟对来犯北约军舰进行打击 K300冷保暗防导弹系统 配备搞马脑反舰导弹 主要用于摧毁从护卫舰到航母 等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 武汇系统则主要用于控制水面 保卫海军基地和其他沿海设施 以及消灭敌人的登陆舰艇 在鸿海方向 俄罗斯日前已正式与苏丹签署协议 苏丹允许俄罗斯在其境内 设立俄海军后勤保障点 这样一来 俄海军将在鸿海拥有可靠的 海军停泊点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这个后勤保障点 不仅可用于舰支维修和补给 也可以为俄罗斯的海军人员 提供修整等服务 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港口 报道称 协议修订后 俄罗斯就可以通过苏丹的海港和机场 向基地运送军舰所需的设备和武器弹药 目前俄军在该基地的总人数 不超过300人 最多只能有4艘军舰同时停留 其中包括符合环境安全标准的 核动力军舰 俄罗斯另一个突围方向则是北极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俄将在2020年末 初步完成北极地区空中力量部署 2021年 俄将进一步在北极地区部署 新型战斗机和直升机 并完善驻军指挥系统和通信网络部署 从而成为首个在北极地区 部署空中力量的国家 今年10月 俄总统普京批准了2035年前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 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提出有必要在北极地区 建立良好的作战制度 驻扎在俄北极地区的武装部队 必须配备现代化武器 从现在来看的话 北约重援国对俄罗斯态度 代表了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考虑 就是要继续把俄罗斯打到成对手 打到成敌人 这样的话美国可以在欧洲驻军 美国可以拢住他的盟国 那么新欧洲成员国像波兰 罗马尼亚这些国家 出于对俄罗斯的天然恐惧 那么他必须要受到成这样一个敌人 在国际上拉住美国 为他们的安全 为他们的商业利益提供保障 所以俄罗斯躺枪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各国政治使人 但现在来说的话 欧洲国家并不是说铁板一块 像德国 像法国这些国家 并不是认为俄罗斯的挑战 俄罗斯威胁那么严重 也不是说完全赞同美国的看法 普京呢一方面表现出非常淡定 另一方面呢 也是有各方面的充分准备 包括在军事上 政治充分相对的这种准备 那么在经贸领域呢 也利用自己包括在石油天气方面的 这种出口优势 来拉近跟欧洲国家的关系 好 来看美乐 尽快遏制新冠疫情 欧美多国正在加紧 新冠疫苗的审批和接种 为了提高公众对于新冠疫苗的信心 英国卫生大臣和三位美国前总统 丢都表态说 会在镜头前公开接种 据英国政府官网2号消息 英国政府已批准使用 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生产的新冠疫苗 将从下周开始在全英国供应 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 目前首批疫苗正在比利时 普乌斯工业区的一家辉瑞工厂生产 威瑞公司已经生产了 两千多万剂这种 人们期待已久的疫苗 现在距离他们离开这家工厂 被送往英国 已经不剩多少时间了 工厂已经为疫苗准备好了冷冻箱 这种疫苗需要在极低温度下储存 在运输之前会被装进特殊容器中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 英国可能于下周初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他2号表示自己会接种疫苗 并通过电视直播向外公开整个过程 目前英国已经订购了四千万剂疫苗 足够为两千万人接种 每人接种两次 英国卫生部门表示 优先接种人群为养老院居民 卫生和护理人员 一款全新的疫苗 从设计研发到试验审批 再到大规模生产和分发 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新冠肺炎大流行 让疫苗的研发过程被压缩到不到一年 许多阶段并行完成 目前欧美国家正在加速新冠疫苗分发审批 据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12月8号 在白宫主办疫苗峰会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和美国疾控中心本月中旬 将商讨批准疫苗上市适宜 如果获得批准 美国辉瑞制药和德国公司 合作研发的首批新冠疫苗 准备15号发货 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预计22号发货 不过民调显示 58%的美国人表示可能会接种疫苗 42%的美国人则表示不会 目前美国三位前总统奥巴马 小布什和克林顿都表态称 一旦新冠疫苗获得批准 将会在镜头前公开接种疫苗 提升民众的信心 欧洲药品管理局同一天宣布 最晚本月29号召开特别会议 考虑是否批准美德联合研发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有关莫德纳疫苗授权的会议 不晚于明年1月12号召开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号举行的 视频连线会议上要求 从下周开始进行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首先将从医生和教师 这两类高风险人群开始 2号俄罗斯中央军区南部军区等 已收到了首批大量疫苗 并开始为治疗新冠病人的医护人员进行接种 按照俄房长邵伊古的要求 计划为40万军人接种新冠疫苗 到今年年底前计划接种的军人将达到8万 卫星V由加玛列亚流行病与 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研发 是俄注册的首款新冠疫苗 目前已在俄多地开始生产 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 和俄罗斯卫生部在联合国大会 特别会议上进行了 卫星V新冠疫苗的介绍 俄罗斯方面表示 目前已收到50多个国家购买 超12亿剂卫星V疫苗的申请 这款疫苗将采用全球统一定价 每基价格10美元以下 采购俄新冠疫苗的国家 将在本国组织生产疫苗 俄罗斯第二种注册新冠疫苗的 志愿者接种工作也已经开始 这种疫苗的特点在于 它不含病毒 是以人工合成蛋白为基础制造的 俄罗斯医生称 它是现有的最温和的疫苗 适用于老年人和儿童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这款疫苗的另一个优点是 它易于存储和运输 更易得到普及 这种疫苗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储存条件 它可以保存在普通的冰箱内 标准实验室就有这样的冰箱 温度要求为2到8摄氏度 这里的温度为3度 12月2号中俄两国总理 以视频方式举行定期会晤 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书斯金表示 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 取得的成功值得最高评价 双方强调 为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双方将继续重点推动抗疫领域合作 包括药物和疫苗研发 来看世界气象组织2号 发布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 报告指出 2020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 最热的年份之一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一报告 2020年将成为次 1850年有记录以来 第二热的年份 全球平均气温仅次于2016年 世界各地包括陆地海洋 尤其是北极的气温都有所上升 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 基于今年1月至10月的气温数据 最终报告将于2021年3月发表 报告预测 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时期 也就是1850年至1900年的水平 高出约1.2摄氏度 这使得过去10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 由于气温预计将持续上升 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到2024年前 地球平均气温高出1.5摄氏度的可能性 至少为20% 报告警告说 尽管存在针对疫情的封锁措施 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 仍在持续上升 地球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将进一步变暖 而极端高温 野火 洪水 以及创纪录的飓风 加剧了人类健康 安全 以及经济稳定面临的威胁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世界自然遗产 弗雷泽岛的森林大火 已经持续数周引发关注 火势侵袭了超过7.5万公顷土地 几乎占该岛面积的一半 由于大火逼近岛上的度假村 昆士兰州消防和应急部门 向岛上的居民和游客 发出了撤离指令 截至2号 当地消防员仍在使用飞机进行灭火作业 当地气象部门表示 未来几天高温和强风还将持续 火势还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号称 人类正与大自然进行着 自我毁灭式的战争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强调 今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 欢迎各国政府最近做出的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承诺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2号宣布 该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并承诺作为表率 政府机构将在2025年前实现碳中和 阿德恩表示 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十分明确 新西兰必须承认这个威胁的存在 据悉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是一个象征性的步骤 旨在加大采取行动 对抗全球变暖的压力 目前全球已有包括英国 加拿大 法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 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来看印度海军南部司令部司令 乔拉2号宣布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 已经入到最后的建设阶段 将于2021年底或2022年初服役 印度计划明年上半年 对维克兰特号航母进行海上试验 明年下半年进行舰载机起降试验 维克兰特号航母舰长约260米 宽60米 排水量约4万吨 可搭载约30架舰载机 好 更多内容 再来看一组素揽 泰国曼谷的一个家庭 日前遭遇惊险一幕 监控视频显示 一名一岁的男孩 正坐在家中地上玩耍 母亲躺在一旁玩着手机 此时一条像是蜈蚣的 长约30厘米的虫子 快速爬向男孩 幸好母亲及时发现 起身一把抱走男孩 避免了被虫子咬伤 最后孩子的祖母跑过来 用杯子压死了虫子 被毒虫咬伤 对幼儿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毒液会加速受害者的心跳 导致呼吸困难 近日印度加尔各达市机场 接连发生野风袭击事件 据印媒报道 当地时间11月29号 一大群野风密密麻麻地 依附在一架客机侧面 远远看去就如同机身 出现了一个巨大黑洞 消防部门不得不动用水炮 驱赶风群 继而导致航班延误 目前尚不清楚野风 为什么会聚集在飞机上 机场对周边区域 进行了大范围的搜查 也并未找到风潮所在 当地时间12月1号 法国佩皮尼昂的 50多名救援人员 花费了4个小时 用起重机将一名 肥胖症患者从家中调出 据路透社报道 这名男性患者 现年52岁 体重将近300公斤 因为从床上摔落导致臀骨骨折 无法行动 且当地因疫情原因 掉不出大量人手 被困在家中数月 救援人员拆除了住宅外侧墙壁 将该男子抬入集装箱后 安全掉到地面 随后送往医院 据日媒报道 12月1号早上 仙台市中央批发市场 举行了温精肉拍卖会 会上拍卖的是 11月底在北海道海域 捕获的温精鲜肉 共600公斤 色泽红润看起来极为鲜美 最后温精瘦肉 达到了约合人民币 300元每公斤的价格 而被认为是高级部位的尾巴肉 则拍出了约合人民币 3100元每公斤的高价 据报道 这是当地45年来 首次进行温精肉交易 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在亚罗斯拉夫尔州 查获了一家生产甲酒的 大型地下工厂 现场发现了50多万瓶甲酒 和价值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 还逮捕了大批违法者 可以看到 生产甲酒的环境条件极差 甲酒标签散落一地 联邦安全局称 甲酒中添加了甲醇 饮用后会危害健康 甚至导致死亡 还有10天 韩国溯源案原刑罪犯赵斗顺 就将刑满出狱 回到安山市老家 韩国此前曾修订相关法律 将所有性犯罪者的住址公开范围 详细到道路名或是建筑物名 但赵斗顺一案 因年头已久 不适用这一条款 为了将赵斗顺也包括其中 韩国国会日前通过了 性保护法修订案 届时所有性犯罪者 不论犯罪年限 都将适用这一条款 最近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珠宝商 用白金和钻石打造出一款口罩 形似防毒面具 售价约合人民币87万元 口罩内部装有活性碳过滤器 可以抗病毒传染 也可防毒器 制造者笑称 一旦戴上这款口罩 面临的风险不是病毒 而是可能会遇到的抢劫 据报道 这款口罩已被一位 私人收藏家买下 好 更多精彩内容 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 央视频 进入亚洲官方微博 来点击查看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